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 一个好办法 嘿!踢足球了! 哎呀!好痛啊! 把伤口扒起来 过几天就会好了 你不用太担心 不过以后早上 哪个帮公鸡叫醒大家好呢? 啊!我会叫 等下去啦! 呜呜!獅子!呜呜! 唉! 为什么都发不出 呜呜呜呜的叫声呢? 咦? 那里有一面螺 哈哈!我想到办法啦! 有了它 就可以叫大家起床啦! 噔! 起床啦! 噔! 起床啦! 罗星之中 新的一日 开始啦! 每当我们遇到困难 其实我们不用怕 不用着急 只要动动脑筋 想下方法 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啦! 旅行 足球 伤口 工鸡 好通 早伤 踢球 当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要积极克服困难 做一个小用事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 一个好办法 嘿,踢足球了 哎呀,好痛 把伤口包扎起来 过几天就会好了 可是以后早上谁替公鸡去叫醒大家呢 啊,我会叫 让我去吧 呜呜,滋滋,呜呜 哎,怎么都发不出 呜呜呜呜的叫声 那里有一面螺 哈哈,我想到办法了 有了他就能叫大家起床了 当,起床了 当,起床了 罗声中新的一天 开始了 遇到困难别害怕 别着急 动动脑筋想办法 足球 伤口 公鸡 好通 早伤 踢球 起床 困难 大家 一天 开始 当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要积极克服困难 做一个小用事 哈哈 电子 要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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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